吴尼朗 咪咪嗽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所以开始带您来关心 花莲县政府为了推动智慧城市 之前举办了今天就出花 赖数位创生计划的说明会 那么由赖台湾说明了 花莲县电数位提升的方案 退出多项补助以及行销的资源 来协助在地中小型店家数位升级 吸引了不少花莲的店家小农前往聆听 期盼借由数位的工具 鼓励协助店家掌握更多数位的商机 来促进销售 花莲近年推动有机首都智慧城市 透过参与以及主办国际论坛等方式 让世界看见台湾 让花莲走向世界 为了协助花莲在地企业接轨数位趋势 麦台湾推动花莲限定的数位提升方案 日前举办今天就出花 赖数位创生计划说明记者会 吸引不少有兴趣店家前来聆听 期望透过数位工具 掌握更多商机促进销售 大概有两三个月 包括我们自己做填调 包括自己我们搜索花莲 包括在地的团队交换了一些意见 还有一些策略代表的一些环绘 那当然还有幸福的支持 所以我们今天赖团队可以在现场 来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的赖数位创生计划 那当然也透过在这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跟在座的每一位的老板们 分享我们这一次 透过赖数位工具 透过赖数位行销资源 可以怎么帮助在座的电价包板 在往数位转型的路上 可以提供到什么样的赏助 我们在县政府希望把这个赖平台 跟花莲县政府以及花莲县的 这个十一邮购型 怎么样能够在赖VS花莲县政府 能够产生一个连结 让透过赖的这个 这个应该说这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而且使用得到更便利更可清晰 那未来往下的发展 也有很多的可以谈的空间 所以今天特别 我们从上一次谈到今天 赖领公司来做一些说明会 让大家能够了解 未来加入赖这个平台 大概会有哪一些的方式 或未来会有哪一些的优惠的部分 赖数位创生计划 主打共学 共创 共好 共生 协助在地业者 在地方实践 在服务中学习 推出多项补助及行销资源 协助华联中小型店家 数位升级转型 每和店家与LINE礼物平台 让店家能够利用平台 稳固用户基础 将产品和服务 推向更广泛的受众 提高曝光和潜在客户 并定期提供教学与讲座 帮助店家掌握礼物电商销售策略 其伴共同实践活动地方产业 城市永续发展的愿景 记者长邦院华联士报导 他们为了许多数据